中共當局近年反腐拉下眾多大小的官員 官方時常宣傳他們已經懺悔 不過,曾經在中國陷獄五年的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 披露他接觸到的中共洛馬官員獄中生活細節 這些官員認為不貪在官場就生存不下去 自己只是權鬥的犧牲品 在自由亞洲電台11月18日發表的專訪中 李明哲揭露在中國遭復刑五年期間 曾有兩次與中共官員一起關押時 了解到的內情 李明哲回憶在被擬監至司法部直屬的北京燕城監獄期間 曾接觸到中共鐵道部環境保護部 還有擔任過紀律委員的官員 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前中共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儲光 李明哲表示 曾親眼目睹張儲光去飯堂吃飯 因為獄方規定 不能攜帶食物進出飯堂 張儲光上了其他的辦法偷偷夾帶 他拿方便面的袋子去裝飯 將飯裝到方便面袋子 藏入衣服的衣袖帶回監獄 這就是為了吃飽飯而耳 在2011年引爆的原中共鐵道部窩案中 包括鐵道部長劉志軍 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儲光 和其情婦羅飛 鐵道部運輸局副局長兼營運部主任蘇順虎和其妻 葉曉毛 以及稱為高鐵一傘的女商人丁書苗等多人被查 據百度百科介紹 張儲光是將中國鐵路帶進高速時代 高速動車的設計者、創造者 在劉志軍擔任鐵道部長八年期間 和張儲光主導修建了1.8萬公里鐵路 2014年北京市中級法院已受賄4,755萬餘元 判處張儲光死刑換期兩年執行 並儲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張儲光入獄兩年多後獲減刑 由死判改為無期徒刑 張儲光本身是裸官 妻兒很早已移居了美國置業 開公司 張儲光在落馬前趕至美國將原本夫妻聯名的 2793平方米豪宅別墅轉入妻子王興名下 由於中共鐵道部 向來是為江澤民集團勢力所掌控 鐵道部長劉志軍是江派舉足輕重的核心人物 江澤民當政期間每到地方嘗試刷 整座專列都是由劉志軍全程陪同 劉志軍2013年被判死援 兩年後也獲減為無期徒刑 李明哲對自由亞洲電台說 除了在燕城監獄外 當被捕時他才被送到湖南省管康守所 當時他第一次有機會與中共入獄官員同監 李明哲說 在這兩處關押時碰到的官員 談起自己的案子 北約而同地也告訴他 他們是最後一次為共產黨做奉獻 李明哲轉述這些官員的心聲說 如果每個人都做一件事 被抓只有一個可能 那就是政治站隊和當權派不同 為了共產黨的長期執政 為了跟人民交代反貪腐 所以將我們抓來祭旗 李明哲曾在8月11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在中國時主要被關押在湖南赤山監獄 但2018年一度被轉到北京燕城監獄十幾天 更慣在裡面的原來國務院的貪官有過交談 從這些貪官的話中證實中共目前只能靠利益去維繫統治 李明哲說作為曾經的中國共產黨體制裡面的官員 他們都知道在中國的官場 不貪污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因為當每個人都貪污時 李不貪污就會被懷疑不忠誠 他們都知道共產黨的虛偽作假 在跟他們的交流當中 都很清楚地感覺到中國共產黨的虛偽 他只能用利益去維繫統治機構 中國問題專家 李奧法學家袁鴻冰 今年上半年對大紀元表示 鄧小平建立起來的是一個中共權貴市場經濟 是以權力的腐敗為發展動力的市場經濟 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和鞏固中共暴政 而不是為了將中國推向自由、民主 而這些腐敗官員後來受到習近平打擊 在中國國內官員的怨氣好像地火奔行 他們現在90%以上對習近平心懷不滿 心存怨恨 袁鴻冰表示 中共的黨魁已經不可能通過道德魅力 來讓官員們信服 他只能靠暴力 習近平現在依靠軍隊、秘密警察 依靠黃小紅的公安部 對各級官員進行嚴格的控制 另一方面 裸官是中共腐敗的一個大特色 日前落馬的遼寧省原副省長 公安廳原廳長王大偉 就被指為裸官 所謂裸官是其配偶、子女 均已經移居國外的中共官員 按中共自己的規定 裸官應當辭去官職 在中共幾家委網站9月29日的通報中 除了怎麼出王大偉、怎麼貪腐之外 還批奇為了維持手中權力 掩蓋裸官問題、搞假結婚 早在2014年 北京市檢察院就披露 在過去的近30年中 約有4,000貪官人均席卷、贊款約1億元外逃 裸官現象在一般經濟案件中 佔了40% 在貪污受賄 拿用公款類案件的佔比高達80% 裸官已經成為貪腐逃逸的前兆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林哲 曾公開一份保守的數據 自1995年至2005年 中國已經有118萬官員的配偶和子女 在國外定居 中國問題專家、時政評論員 李燕銘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二十大前再度釋放嚴查裸官信號 與中共官場換屆 人事重駛密切相關 習近平十八大上台後不久 就發動了清洗裸官運動 官方曾通報僅2014年 就在全國範圍內清理出3,200多名裸官 李燕銘認為 政法高官遼寧公安廳長王大偉 被通報假結婚掩蓋裸官真相 說明中共官場裸官更隱蔽 中共官員隨時準備出逃 黨媒也自爆中共官員對黨沒有信心 折射中共官場上下佳支 中共末日在職 已經是窮途末路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令海忠 將中原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